比赛一开始 沙拉波娃就显示出极佳的状态 强势爆发之后又率先取得破发 很快就确立了3比0的领先 在第四局再次遭到破发后 埃拉尼才逐渐找到比赛的感觉 回破一局 他在首次爆发后更把比分破进去2比4 在关键的第七局中 沙娃状态回稳 止住连续丢分的势头后再下一城 取得了5比2的领先 尽管顽强的埃拉尼在化解两个盘点后再追一局 但沙娃还是把握住发球胜盘局的机会 以6比3拿下了第一盘 成胜追击的沙拉波娃在第二盘开局又轻松完成破发 随后虽然在发球局中被逼入评分 但俄罗斯美女还是在轰出反手制胜球后取得2比0的领先 同样经历评分考验的埃拉尼在追回一局后 凭借顽强的底线防守在对手的发球局逼出一个破发点 但凭借着积极的进攻 沙娃成功化解危机 并继续保持着3比1的领先 第五局和第六局两人分别实现破发 在第七局第三局实现破发 并顶住埃拉尼最后的反扑后 沙拉波娃最终以6比2撬到了最后 首次奔顶三网冠军 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全满购 感谢观看